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就是指 个人账户你的钱 可以供家人用 我们把它概括为 家庭共计 能参保 帮助老人 帮助小 指导意见不仅延续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 还进一步 优化了共计的政策 放宽了共计的范围 这个放宽一方面 我们共计的范围 扩大到了禁亲署 文经规定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可以用于本人禁亲署 交了居民医保的参保费用 那么其中禁亲署呢 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 配偶 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很多了 原来我们是指 这个家庭成员 就是主要是指这个 父母 子女 和配偶 这个范围很小 如果这些禁亲署 是参保人呢 还可以在报销 医药 废药的时候 使用共计人的 个人账户 来进行结算 这还是我们一起户 已经 thigh进行 下午 一会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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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